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到全面的发展 所以当时我们在看到哈罗的一个全人教育和个性化发展理念的时候呢 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吗 所以呢我们随即就拨打了学校招生班的电话来进行安排面试 虽然疫情期间呢我们不能到学校参加面试和参观 但是呢当时线上面试的时候 园长和蔼可亲的模样呢 让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因为当时在参加完线上面试之后呢 园长其实给我们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探讨 因为她的这个教育理念非常的专业 所以在出于完全信任的一个状态下 我们在没有参观学校的情况下就已经报名了 其实Lucy之前在长沙上幼儿园的时候 她其实是会有很强的分离焦虑的 但是来到哈罗小事之初呢 我觉得特别的欣喜 为什么呢 因为她完全没有的这个分离焦虑 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进入幼儿园 但是呢在一个月熟悉校园环境之后呢 她反而又开始各种难守难分了 这样的时间呢大概持续到了K2的时候 好在呢每次老师们都会非常耐心的安抚她 孩子的成长呢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做大人的只需要耐心的去等待 当这个学期进入到K3后呢 我觉得她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虽然之前也会想要去幼儿园 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巴不得24小时待在幼儿园 哪怕是周末她都不愿意待在家里 就会问为什么要放假呢 竟然一点都没有以前像以前分离焦虑的样子了 进入K3以来 Lucy她变得特别的自信 时不时的就想要和我分享她在幼儿园的种种日常 然后也会特别积极的想要去参加学校各种各样的活动 每次呢她在跟我分享学校种种趣事的时候 也会让我跟着她一起呵呵大笑起来 这学期呢Lucy她从原来不怎么说英文 到现在时不时的会主动自己去说 感觉前面在学校的一个输入已经开始慢慢的转化为输出了 其实我一点也不担心她之后的英文水平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暑假去新加坡或者是之后多次去香港 从踏出家门开始 她和姐姐呢就会自动的切换成英文沟通模式 从一开始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表达 到现在可以说一些简单的句子 其实肉眼可见的一个进步了 虽然她会的不是特别多 但是很让我吃惊的是 她既然可以和姐姐无障碍的沟通 简直是太神奇了 Lucy一直是一个喜欢问为什么的小孩 这个学期呢她就变得更加的严重了 这个严重我要打一个引号哈 经常问问题她都可以把我们大人问倒 这让她得意洋洋 总是在告诉我们答案之后呢 表现得特别的自豪 总之呢给我们当老师 她觉得特别的享受 这个学期 她的变化让我觉得特别的吃惊 也特别的欣喜 Lucy其实一直都特别享受她的校园生活 即使是在PK和K1 她当时有分离焦虑的情况下 只要一旦进入了校园 她都非常的享受她的校园生活 每天放学回家后呢 都会和我们分享她在学校发生的种种事情 也会跟我们谈一谈 她的朋友们 她的老师们 其实是有点小八卦了 但是呢 我却特别喜欢听她的小八卦 非常的有趣 小朋友在学校的开心 其实特别的简单 有很要好的朋友 有关心她的老师 还有有趣的课程 我想呢 这样的事情其实每天都在发生 所以呢 她才希望每天都去学校 其实我觉得 Lucy她现在已经完全做好了 进入里的学习的准备了 从这个学习开始呢 她的英文水平突飞猛进 每天呢 都如饥似渴的 想要自己练习写字 即使是去上洗手间的时候 她也会拿着一个本子 去在那里练习写字 我们觉得真的是特别搞笑 而且这个学期呢 我觉得她已经完全突破了自己 原来呢 她只愿意和自己熟悉的小朋友玩 但是我发现 她现在已经可以和 自己不熟悉的小朋友去玩了 Lucy她其实一直是一个 很会表达自我感受的孩子 所以呢 在之后我觉得 她应该会变得更好 Lucy 妈妈想跟你说 你一直都是一个特别棒的小孩 从来都没有让妈妈 有过多的担心 妈妈只是希望你 能够继续做好你自己 开开心心的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了 以后呢 做一个自信阳光开朗的孩子 太专心了 都没有这么多的 自信阳光开朗的孩子 我也是一个人